第1場賽 我們在台中去的比賽 今天的第一場賽是 在目前畫面上看到的 是由EVO小熊對上的事 大概有點笨 那這個EVO小熊算是 勇於嘗試啊 一個單的賽部分 直接 好實踪隊伍是98的 雷公隊對上也是 06藍牛熊的 大家有點笨喔 看一下雙方的陣容 那雷公隊這邊使用的是 游擊的傭兵搭配的是 萊姆塔的陣景密打的是DH 那因為一人部分已經有布拉德了 我們再加上 放的是布拉德沒有錯 6藍牛熊這邊的 直卡的部分是BGOK上的是 神經 中外野的EZ 是沒有用7等的EZ 直接是用自己原本隊上的EZ 那在北翼的賽事也有一名選手 那在北翼的賽事也有一名選手 原知所知 是用了06藍牛熊開場 最後也拿到第二名的成績 所以只要單連度 加上你的攻擊活力有輸出 那在轉防守的時候 以AS的姿態去做防守 連續的幾次調度 還是可以打到後面的局數 甚至都是保有領先 很快的一局的結束之後 來到二局上看到的第一棒是 真實意 然後就把S在早期的時候 也是一隻相當夯的隊伍 那時候看到將軍上場的時候 都要盡他三分 如果是雪天的情況 那路易斯也是一列 天氣隊到那時候 有出現力量最上的選手 是一間非常具有威脅性的情況 然後剛是一顆歪框籃打 那路易斯是紅衣中的打擊 那蠻多 喔這邊這個條件蠻漂亮的 蠻多卡片是由黃、黃、紅 那這邊只選擇了 李明治以及紅衣中 布拉德仍然使用的是 廣卡等級的布拉德 那小熊這邊就要看他的後援 是怎樣的去做準備 那如果以單連度的話 是在後半段的頭手是會不足的 來看一下連twitch的狀況 似乎是還蠻OK的 那如果twitch是OK的 大家可以先以twitch為主 那因為twitch在一些 橫線上是比較完整的 好今天的比賽非常的精彩以及緊張喔 因為剛剛有看到的是 因為現在是還沒製成那個 圖表 目前只有一些照片的回傳 那我這邊有看到蠻多對戰組合 在第一輪就非常的硬 那跟大家可能在線上收聽也蠻想知道對戰的內容 可以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 甚至有人是爆後補 那人數太多補不上 那我這邊幾張圖我來看一下喔 那黃小球的首次出賽 他會對上的是豬排飯 那臺灣服才有這個飯系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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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非常不容小緒 那也比較特別的是 那也比較特別的是 VBOVBO這個帳號 對上的是樂樂BOL 狂流打線 對上的是JKB狼來了 好那昨天的呆瓜笨兔最後沒有進擊喔 但是他的自選的場次是在中區 所以他今天要出賽 但是這個圖非常的小 好另外一名追尋昨天的八強喔 他應該是昨天的苦主啊 他今天是在中區市政選喔 所以他是有出賽的 另外A11的部分似乎比較可惜喔 牽的話都落在於後半段喔 從50號後方就有3個A11喔 是自閉最後會有廝殺的狀況 好那另外這邊也有一個 蠻 算蠻 第一輪很抽到就覺得 不能喔 就是ESPN鼻仔的對上是指星球探啦 所以等於說他們也只有一個人 可以再挺進到下一輪的部分 那因為64強名單是全滿喔 你要4連勝才可以確定你是最終的前4強 那至少要三連勝才有來到8強的位置喔 那每個選手都是一時之選喔 你要連續贏三場喔 這個是蠻有難度的 而且你可以稍微自己算一下自己的平場勝率喔 假設以8層來說 你就0.8x0.8x0.8x0.8 那就是你那一天可能會贏的機會 好因為高飛犧牲打之後 這要連帶了一個歐巴的球喔 繞過了三雷雷包 回來得到了才第2分 主要是因為投手的問題喔 沒有一些投手可以用 那他第二名投手就已經換上了是 唯一的一張紅CP喔 然後天氣也沒有對到 因為沒人換 那剛剛這個就是 開場部分提到98S的魚喔 98雷公隊的引用 這就是一個歐巴的球 那這樣那個角程其實非常的慢 那海棠學員的部分 這應該是目前轉落下來的 第一次是一個海棠學員的選手 那這次就沒有看到 蒲 蒲的爆 好單一個半局已經連下四層 好這邊換上的是 AS 那應該剛剛的第一個調度 其實就可以嘗試先換 跟李鋒滑上來 不應該先換 保有98All-Star的 投手 應該先解決危機 再把你的攻擊給換回來 好果然喔 天氣對到 那吹球速不是那麼好掌握 立刻就完成了單局的投球 那這名選手呢 似乎 不是在換回來之後 沒有再轉為單年度 這樣攻擊傷 會比較薄弱一切 好 但因為 TML加成非常多 連AS都可以來到力量最上 好我們的雷攻選手 差點扛出了一發全雷打 非常的可惜 這球是直接直擊牆上 形成一隻深遠二兩檔 好將軍 將軍這邊來了一隻深遠的安打 幫自己的球隊帶回了第一位 一分的打點 哇這應該是一個三不管地帶又帶有第二分的打點回來 讓我們的 EVO小熊 雖然隊伍不是說非常的完整或者是非常強悍的隊伍 但在這邊也是 有兩分打點的進場 那兩偏一個是用98雷攻EVO的雄靈六藍綠熊 感覺像現在是在傳播一場俱樂部比賽 好 這個是形成了一個內野高飛球 結束了半局的攻擊 來到了四局下半 投手的部分 喔他剛是有換 成98 所以 他也是了解說這個調度的使用方式 而且他也會有移防 那剛換那個 CP的部分 就是會 直擊會比較不好一點 應該直接換成晴天的後援 然後再轉為98的時候 再把它換成一個 類似像電檔的那個 感覺 拿起來轉為98 98雷攻的一個方式 流洞 就可以了 綽藍 也請 裁判的方法 所以今天對戰表人數比較多 一個名字要打 然後對1到64的編號 所以大家這邊要稍等一下 那稍微看一下名單 真的是看到都會怕 非常多的高手來參加比賽 那另外一個原因就是 最後一場比賽 所以擠了比較多的選手 所以抱中區的是有辛苦一點點 跟北1北2區來比的話 在中區的那個 直立的總平均會高出許多 好這個天氣有對到 直接就投囉 來看一下他到底有哪些球 赤縫線曲球滑球下 好這是個拉筋的跳街 我覺得就不用換了 就用這張偷偷看 好換上的是金德七 那隊上的是黃龍翼 選擇移動手 對 將軍在這個位子 接到這顆球 兩人出局 對上的是呂俊雄 好這個暫停 有點疑問了 不知道是誰喊了暫停 呆呆呆 帶點笨 換成了雜牌 對 那從彭正銘開始擋 似乎也蠻多指卡囉 怪力男 力交成功 蠻多指卡 這邊轉成雜牌喔 帶點笨 厚補的一些名單 似乎也不錯 目前進行的是64強賽 那這場比賽打完的話 就會全部結束64強 等一下會帶來32強的 第二輪的比賽 那至於 誰是32強的名單 等一下會跟大家公佈 那在64強的部分 很多都是 看起來就是很有前 就是那種 怎麼講 看他就覺得說 這應該有前八強的機會 甚至是前七強 脫穎而出的那種名單機會 但是他們的對手 好死不是 剛好都是有機會晉級的那種 那種選手 那兩個人第一輪就遇到 那比賽部分其實 抽籤會比 打第一場比賽還要緊張 也抽籤也算是蠻關鍵的一個 在比賽中很重要的一個環節喔 先進去 先進去 再進去 先進去 先進去 好 先進去 我只要沒有 山洞 掃了 左大部分 跟右上方 這盤子沒有連續兩個棒次 天氣對到分別是 怪力拿以及雷彈 看一下沒有長達的表現 DKD K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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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這兩張卡佩恩最後都是 出局輪到的是畢極 反而是由陰天的畢極 成為這局的第一個上雷員 兩人出局 站上了一雷雷包 下一把的部分是金鳳的 呆呆的左外也是直擊 這個是先發的成績方法 那剛轉晴天換上來的是兩張晴天的直卡 不知道還有沒有其他的卡片 放下的是反正區 我今天至於由陰天的迫背 雖然在兩邊的卡片上似乎呆呆耳邊 主場對這邊的卡片的平均來說會比較優異 但是也沒有讓他太好過 目前小熊這邊是有咬住比賽的差距 僅有兩分的落後 可惜的部分 七局上沒有持續展開攻勢 現在只剩下八九兩個半局 還有人可以換嗎 剛剛已經晴天用掉了蠻多張的喔 看一下會換上 喔 拆成的是 九八 欸不是九八 是雷攻 歐斯達 然後頭手一樣使用的是這個高玉龍 小熊 就這樣就能先要攻擊 那先挑戰一下左外野的棒子 用一個Night's Play 美技敷球 接到手套裡面去之後 這個打擊也是一個飛球招 將軍的接殺七局下半 蠕攻而返來到了八局 上第一棒是布拉 這也是黃卡一雷最頂級的 我覺得算是黃卡一雷最好用的一張卡 就是能說能安又能跑 那雖然唯一的 比較弱的一環是縮框的表現 可能不及喬卡那 很像順風四以上比較好出去 但是還是具有一些縮框的能力 那平常逆風還可以平安打 平安打的時候還可以倒壘 是非常全能的一張卡片 好那呆呆的中外野換成了大地獅 這個也有防守的意味喔 可能中外野就只帶一張大地獅 讓其他的天氣額度的卡片留給其他的位置 那後補的部分只有27張打者 真的要帶到四種天氣每個位置都有後補 是沒辦法辦到的喔 那可能在三個位置要選擇的是放到底 那通常放到底會選擇三雷的泰山 或是中外野大地獅或捕獸選擇一張 能力比較頂級的 欸這邊又沒有跳到 形成了一隻安打 或是在外野選擇穩定速度的直卡 讓他打到底 那其他就可以用天氣的代打 一直換一直換 造成對手的壓力 好這邊又要多掉一分喔 因為在一三雷有了一人出局的一個高飛犧牲 打 讓舊主上的進攻又多了一分的負擔 這球沒有跳接應該也是沒辦法跳到囉 關鍵的一個鋪球 然後 把比數下去留在三分 但是九局上半是逆風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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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有奇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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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滾地球結束了這場比賽 最終就是有帶扁笨以5比2擊敗了對手EVO小熊 順利挺進到了32強